超写实数字人 AR会场签名流影 元宇宙演唱会 9月1号 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在上海市国中心开幕 大会所打造的沉浸式元宇宙空间 成为一大亮点 元宇宙里有了孪生数字人 只需要扫描28个表情 等待几天 就能获得一个精细到毛孔的 超写实数字人 工作人员叶英健向记者介绍 这项体验是基于穹顶光场 和智能成像两项前沿技术 在数字人扫描建成后 仅需通过一部手机 就可以实现数字人和真人的同步表演 叶英健表示 在未来扫描打造出来的数字人 可以作为自己的元宇宙身份证 在线上体验各类活动 主要是会运用在游戏和影视行业 包括一些企业的宣传片当中 那么在未来 它的应用传统是更加广的 那么大家可以以这样一个超写实的形象 来和在线上 和大家和一些亲朋好友 包括你的一些朋友 进行一些互动 元宇宙包括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等技术 可以为人们提供更身临其境的体验 在大会浦东分会场 张江科学会堂 记者看到 不少观众通过平板电脑等 终端设备进行元宇宙体验打卡 感受元宇宙世界里的美景 提供该向AR技术的公司工作人员 潘耀勇说 通过公司提供的眼镜 还可以在五彩斑斓的元宇宙 进行涂鸦或签名 在元宇宙里还可以开虚拟演唱会 上海某科技公司带来的元境界产品 基本完成了动作捕捉核心技术的攻关 用户仅需要使用一台普通摄像头 和一个带景深的手机 就可以在元宇宙世界里 与虚拟偶像相会 该产品的关键技术是利用AI人工智能 对摄像头数据进行校准 从而达到理想的效果 通过虚拟形象和动作捕捉技术的结合 普通用户在家就能演绎拍摄出 好莱坞阿凡达式的虚拟大片 在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上 还有很多酷炫的原体验之应用 本届大会以智联世界原生无界为主题 紧抓元宇宙机遇 讨论展示描绘AI加元宇宙最新实践和未来图景 打造虚拾融合参会原体验 今年的大会元气满满 上海近期也发布了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 到2025年 计划实现相关产业规模达3500亿元 颜值进行动方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